哇 啪嗒 嗨 各位好 我是Darren 今天非常欣賠能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 卻非常容易被忽略的重點 因為大家都會做 卻很少人做的扎實的動作 起蹭 起蹭不當然只是 哇 我站起來啦 啪嗒 這麼簡單 一個好的起蹭 能幫助你更快更順地銜接下一個動作 你就能更早加速 或是做Bottom Turn 甚至繞過白花 在錄這支影片之前呢 我真的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功課 最後才決定把這個分成上下兩集來解釋 那這一集呢 會Focus在Position 也就是起正後最有力的姿勢 以及大家比較常反的一些錯誤 那下一集影片 重點會放在Movement 也就是起蹭後連貫動作 跟一些能在路上訓練的運動 那我先澄清 我這輩子沒有衝過八尺以上的板子 如果你習慣是九尺以上的大長板的話 或許等一下提到的某些細節就不太適用 但你可以去問我心目中的長板霸主 智哥 關於長板的問題 你還沒有開口問 他就能回答你 對吧 智哥 那長板起乘的姿勢可不可以簡單講解一下 通常來說後腳是不需要踩到防滑邊 因為踩到防滑邊 除非是長板來越長板外越它很長 除非說你是在轉向的時候 你的後腳才需要去踩到防滑邊 但是你如果只是在斜跑起身 或是斜跑的話 基本上 大概踩在三分之一半再往後一點點吧 感謝智哥 如果長板有更多問題的話 歡迎最終智哥 去墾丁的話 可以去駐他們的浪營 他會給你非常detail的教學 以及非常非常專業的水下攝影 這有包吧 有看這支影片的 就有包水下攝影 賺爛了賺爛了 好 那我們言歸正傳 那今天我們就拿大家最常見的 八尺練習版做示範 當然這些概念也適用於八尺以下的Homeboard 或是短板 起身後最好的姿勢有三個重點 第一 膝蓋彎曲 身體保持穩定 第二 兩隻腳都在板子的正中央 而且腳板會垂直於Stringer 第三 前腳踩在板子的重心上 那我們現在一一解釋每個重點背後的原因 我鼓勵各位 有滑板的拿滑板 沒有滑板的拿顆泄氣的球 上面放塊木板 跟著我一起體會 我個人是最建議踩在球上 因為衝浪板跟滑板最大的差別在於 滑板主要是維持左右平衡就可以 但衝浪的重心是前後左右隨時都會再改變 OK 那第一 為什麼膝蓋要彎曲 因為浪板在水上非常的不穩定 就跟你踩在球上的感覺一樣 尤其越小張的板子它浮力越小 站在上面就越晃 蹲低讓重心放低 有助於保持平衡 那第二呢 兩隻腳都在板子正中央 而且腳板跟Stringer會垂直 這非常的重要 要記得板類運動是一個側向運動 很多剛接觸衝浪的人不習慣 會這樣子站 一腳站板子左邊 一腳站板子右邊 哦 啪啪 這樣子板子更容易搖晃 更不穩 而且當你這樣站的話 你就失去了控制板子前後的能力 那為什麼腳板要垂直Stringer呢 這個小動作其實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衝浪跟滑板一樣 轉彎靠的不是什麼扭腰擺臀 就算你在浪板上再會扭 板子都不會轉 哇 我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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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乾坤 我扭 哇 哇 要讓浪板轉向 靠的是rail to rail 板圓的傾斜 所以各位可以試試看 腳是這樣踩 還是這樣踩 比較容易控制板子的rail to rail 應該是垂直踩在Stringer上吧 這樣對板子左右兩邊的控制面積踩是最大的 好 那最後 為什麼前腳要踩在板子的重心 而且 我又怎麼知道我板子重心在哪裡 很簡單 不管你今天拿的是什麼板 單手把它抓起來 找到一個可以平衡板子位置 這裡 抓的地方就是重心 當重量集中在這個點 板子就不容易前後左右搖晃 那絕大部分的初學者 不習慣讓前腳踩在板子重心上 那他們的板頭就容易翹起來 還記得嗎 上一集我們提到板子貼起水面 才是你水主最小的時候 如果起蹭後過多重量壓在板尾的話 那板頭就容易翹起來 那這樣子等同於煞車 這個時候浪就容易過你 所以拿到一張新的板子 先熟悉你起蹭後位置還有姿勢 找到雙腳應該要站的位置 在路上多練習 強化你的肌肉記憶 我們下一集再來講 怎麼從滑水的姿勢 很順的起蹭到目前這個姿勢 那在看下支影片之前 別忘了幫我訂閱分享按讚 做這種教學影片真的不容易 你們訂閱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動力 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會找時間補充 那沒有問題的話 稍微消化一下 好啦我們下次影片見 我是Darren 掰掰 呦